旅行就像一本行走教科書一樣 和歷史和文化之間有一種不可分割的關係 而今次來到日本伊豆的夏田 所以要認識一段日本鎖國的歷史 因為夏田正正就是日本重新開國的舞台 講到日本鎖國,大家一定很好奇它的原因 故事追溯到1600年代德川幕府政權 當時有不少由西班牙、葡萄牙等地 來到日本傳教的天主教傳教士 相當積極的傳教活動令到天主教團體日益助大 掀起了對德川幕府勢力上的威脅 為了渡絕海外侵略,實行了海禁 只容許極少部分國家和日本進行貿易 例如中國和荷蘭 在南伊豆的夏天,你可以來到開國博物館認識這段歷史 海深牆壁的建築風格和黑色白色明顯的對比 令人仿余置身於江湖時代 除了可以去夏田開國博物館之外 最近我身後的一個黑船博物館也很值得來 日本鎖國長大二百多年 而當年在153年至154年間 美國的海骨提督佩里 率領了黑船部隊來日本 簽訂了日美親戰條約 正式打開了日本的門戶 打破了僵局 而當年打開了兩個通商的港口 其中一個就是夏田 而另一個就是北海的鹹館 經過多番交涉後 其後再在鳥仙寺這個地方 簽訂了追加的夏田條約 扭轉了日本的國情 重新開國之後 美國人終於可以擁有在指定範圍內 自由活動、經商和進行文化交流的權利 而每年5月份都會舉辦黑船制 慶祝和平友好的外交關係 夏田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我身後面的培里之路 這個地方是為了紀念當年美國的海軍培里 打開了日本所過的歷史 而這個地方最美的就是我身後面的河村 和兩邊慢慢飄飄的洋樓 還有兩邊有很多不同的咖啡店和餐廳 但依然保留著很古老的建築風景 培里之路也是近年打卡勝地 夏天受球花沿路綻放 而秋天依然綠意安然 有種小橋流水的異景 黑船和所過的歷史 日本內無人不知 喜歡歷史的朋友 值得來這裡重溫這段往事 你甚至可以坐上現代版本的黑船 遊覽這個充滿故事的港口 無論風景只是文化活動 夏田也絕對會令你留下深刻印象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